这油麦菜不要等炒着和蒜果锅吃了 今天咱们做一个新的吃法 清脆爽口又开胃 首先从我们村东头炒两颗油麦菜回来 把叶子摘好以后 咱们放清水里面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以后 咱们放入案板上 用刀改成长短一齐的段 全部切好以后备用 接下来咱们取碗调汁 放入蒜末 小葱花 来点红椒汁 用热油爆香 再来半勺生抽 一勺米醋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锅中烧水 放入一勺盐 食用油 水开以后放入油麦菜 家里面咱们在烫油麦菜的时候 水里边一定要放点油和盐 这样烫不出来的油麦菜 口感特别的清脆爽口 颜色也特别的绿 特别好看 视频录一半呢 弟弟名人不说爱话 就想要一个免费的小公司 就是让你们冲着屏幕上点两下 辛苦你们了 就点两下吧 祝你们天天开心 适时顺心 感谢支持 给点两下了 接下来等水再次烧开 然后咱们将油麦菜捞出 然后摆入盘中倒入调好的料汁 这样一道清脆爽口的油麦菜就制作好了 油麦菜在家你要像我这样做 哎呀妈呀 真的老好吃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